还有甜鸡膏,18元一斤 还有爽白饰的贵,55元一斤 这些部位,因为它蒸到已经烂了 只剩下形状 一搓下去,肉很容易脱出来 甚至骨粮咬,一咬就会碎 卖上酒一般,但味道超级好 与此同时,这个牛肉也到了,不如先拌一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为是江南大道 今晚就约了老婆去喝茶 喝茶之前,我们先会去沙丸市场买水 但现在4点钟,太早了,它还未到 我先经过曼重远市场过去 又或者这里会称之为曼重远 我们在前面兜过往右转 就能到得到 在这里其实也是有一个市场 但我们进过去 曼重远市场部分就不算太精彩 曼重远市场旁边的市场就非常精彩 不过,通常这些 灌户外的市场 都是早上最容易闹的 应该是叫做南村市场 我们也进过曼重远市场里面 里面因为是室内 所以光线就比较暗的 至于这里就有一堆水果 好,前面就卖花 我频道开始了之后 我都来过这里十至八次 每一次都看到这些花团是有开 大家再看看上面那些树木 是不是很茂盛 通常这些就是老城区的标志 对面花圃 然后在这里最近的地铁站 就是我们先头刚刚出来的 江南西地铁站 在这里前面往右转 就可以过去江湾路 我不知道我没记错 在这里去山湾市场 其实也很接近 在这里也有一个小学 曼重远小学 这个小学也是不错的 不过一有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我来得时候 不是太好的 四点钟刚刚够 所以路上没什么人 去到山湾市场情况 相信也差不多了 因为在这里并不是 意义上的商业区附近 没什么大捨自留 就算有 都要回到外边的富力海珠城那边 相对会多一点点 在这里还看到一些水瓜壳 水瓜干了之后 只剩下那些浪的部分 是可以下来洗锅的 再来还有浪汉谷 一元一只做锅底 后面比较漂亮一点的 4元一只 还有柠檬10元 四个都值得买的 在曼重远这里 餐厅并不太多 即使有都是对面这些小食店 也就只有寥寥几间 但甚至出到路口那里还有 那里叫基立下道 才我记错了 也有观众就说 如果想去南苑走家 究竟用什么方法最好呢 通常我就会用这种方法 尤其如果去到夏天的时候更加 在高南西地站出来 穿过曼重远 又或者士宫其实也是一样 但士宫我认为是会复杂一点的 因为士宫一直往前走 经过前进路就能去到的了 再往前走 不远就已经去到曼重远市场 究竟又是否好像 我想象中这么热闹 看上去又不是 不过正如我先由所说 这里是室内部分 所以肯定是没有那些酒鬼档那边这么热闹 卖下水果 三文鱼 它是有二楼的 我们未上过二楼 一楼部分我们是进过去 真的都不是这样 还在管理 曼重远市场室内部分 一眼望了就是这么多 或者可能二楼部分会有点 不过今天我们不上去 还有电梯 真是搞笑 饺子铺 葱油饼各种都有 这边确实是比先后中间那部分 有很多 又有花店 这里就是曼重远市场 话说过几天 因为冷空气到 就会有一桶很大的雨 而且据说 在越南的方向 还有台风 酝酿中 到时可能会狂风暴雨 不知道怎样 即使我走到现在这一路 都看到那些树木是动得很厉害的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 我会在前边往右转的 过去沙眼市场的方向 不知道今次降温之后 会不会已经是最后一次 可以穿短袖衣呢 上个星期我跟老婆去食嘰嘰煲 那一集已经穿了长袖 希望其实现在这天最舒服的 冬又不会很冬 热又不会很热 终于我们往右转 来到这个上来环路的入口 每一次开车 如果要回家 都是会经过这边的 总之是兜兜转转 总经过海印桥 就可以回到我们家 至于在前边 其实就是南转酒家 大家如果回到来 想着去南转酒家品尝美食的话 走前进路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办法 因为你不懂路 但是如果好像我现在这样走 在江银西地铁站 一一出口出来 然后往右边走一点 就去到曼重远 你会看到牌坊很易认的 一直走万重远 再往右转就能来得到 然后在前边再往时间 大概五六分钟就能来得到 至于这里后边 就是我曾经中了招之后 我要确认自己有没有事 我就来这里研磨酸 力力在目 这个就是海珠区中医院 有没有记错呢 当然没有记错 是不是 很记得这里的 现在就不需要了 车都写着海珠区中医医院 当你继续往前走之后 还在内环路的桥底 再走前多大概十分钟之内 就已经到得到 在路上有两间餐厅 都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第一个就是前边吃羊肉的 再往前一点 有个吃鸿吞面的 都是不错的 在路上你还会看到 这间酸脂店 两间来的 他们就说很便宜很划算的 但应该都是正宗的 师傅在这边翻身中 又或者公仔书 十元两本 十五元一件 继续往前走 就是我先头所说的 一间比较出名的餐厅 就是新兴家鱼 吃羊肉的 当你穿过新兴家鱼 吃羊肉这间餐厅之后 再往前走一点 就是云吞面堡 然后再往前走一点 就是蓝眼酒家 当在曼松院出来之后 经过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步行 我们看到这里 有亭台柳哥 青砖绿瓦的 就知道其实已经是蓝眼酒家 它又可以在前边 还有早上喝茶也挺便宜的 又或者到下午茶时代 都是有特价 不过我也不怕说了 有个事情就是 一切都好 就是服务态度 有些跟不上 我还很记得有一次 我上次来 当日我心情是好到爆炸 不知为什么 因为平时 我真的不行 那个阿叔 因为我们上了去安排好座位 然后说 可不可以转桌 他说不可以 就不可以 没有问题 哇 水蛇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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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总之那些态度 你估到是很差的 那天我的心情令到爆炸 如果不是平时 我一定会给他一些面识看 最后当然换到位置 其实对他们也不是很大影响 还好 除此之外 其他一切都好 环境也好 食物出品也好 我跟老婆来这里附近 吃完饭 喝完茶 才去沙烟市场买菜 因为 去到大概七点多钟左右 那天还未黑的 夏天 沙烟市场有很多特价东西 那时至今天就应该不会 因为尤其现在临近冬天 那天就黑得很早 面前就是工业大到北 一如以往 我们在前边往右转 去保业路那里进去 有很多观众就曼吻 有一个叫点点心思的 他是写茶餐厅 12元虾架 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了 12元虾架 不过有个小问题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在沙烟地铁站出来的话 大家看到这条人行天桥 是维护中的 如果要过去的话 可能都比较麻烦 直接在对面落风广场出来 可能会好些 就是这样 如果在近五一新村的口出来 麻烦些 但是对面超值得吃 而且大家记住 早上我就不记得了 总之下午两点之后 就是下午茶时段 超值得吃 再来保业路这里的收路工程 就进行成这样了 很多地已经挖完 就被盖上了 对上一次来的时候 看到这里已经挖到烂了 现在就可以走得 但是有很多店铺都已经插了 这里还在挖地 弄到这条路都挺难走的 沙远这附近人价格便宜了 我不跟大家慢慢读 57平方米 163万 我看到最便宜的是 还有电梯 还有电梯 纽灵生 南香 这个好 163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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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楼价 原来对面都在收路 我们刚才看的那些屋 应该可能会是面前这些屋 未必是这一栋 先说清楚 有电梯 而且沙远市场 卖菜便宜 对于住在这里的居民 应该是一件好事 唯独是对那些 烧野档老板就不好 因为有很多烧野档已经拆了 升级改造 稍后可能这里会很旺 就是前面这一堆 上次经过还看到开住 捉棋的叔叔继续捉棋 打坯 但是前面那些烧野档这一堆 上次来还有 里面可能拆了 外面可能还未拆 不拆的 升级改造 可能以后变成 东华东老的咖啡店 吃过美食早餐69元 千万不要这样 虽然未吃过 但这一行烧野档以前也是 我们上一次来 在里面那些已经拆了 都不叫上一次来 在夏天来的时候 但是外面这一行 都还有一两间 现在全部拆了 对上一次我开车 经过这里的时候 险障横生 就形容好 对啊 还有一些单车 电动车行人 现在确实 就真的 真是 坎落了 这个是真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出行 嗯 没错了 还有狗仔在这儿散步 怎么都要滑倒单车 包括这个发机都弄得很新 很漂亮 但是弄得好之后 好像这些平价停车 这一场应该 都未必那么容易找得到 这儿很抵抵 好像五元一个小时 我们还在这里 选择面前的住宅楼 居民楼 可能人家有产权 它未必参照 这条路也是我 我才走过 我都不怕说 一场都弄好了 几难走 走不了 风鬼住条路 现在就走得回 上边的屋 大家看看 这些应该差不多 还有有人住的 还有不知道大家看到 对面这个位置 就是以前那些光明洋 那些什么 袍天光那些 现在全部拆掉 我们还去过其中一间 食潮州菜 还记得什么名字 不记得了 但再往前行一点 其乐多众在 这些当然不会拆掉 这些新楼 点赔 阴光那些 可能有些部门 等等 终于我们来到 沙与市场的外围 这里 我们今天买些蔬菜 肉肯定不买 都是那句 以后不要再说了 冬天可能会再冷一点 对于一些好的餐厅 就算不是一吃再吃 每一次经过都会一说再说 在这个位置 有一档吃猪寒汤的 非常好 今天我们不会吃了 只要有胃口 又或者跟女儿来 我们都会吃一次 是几乎可以说 我们在广州吃过最好的 叫什么名字 忘记了 顺希甜品店 是的 它是写着甜品店的 吃猪红汤 又轻又漂亮 8元还是6元一碗 我不太记得了 我问了老婆 是6元一碗 还要是很大碗 又或者即使是西米老 各种都很划算的 今天不吃 吃完之后 就不用今晚去吃点心 就在对面 如果大家回到来 想像我们那样 来沙丸市场走一走 这个非常之值得的事 至于在前面走进去 就正正式是沙丸市场 现在这个时间 差不多到5点了 感觉上又多人 还有 陶陶居流沙包 15元两包 流沙包就甜了一点 还有叉烧包、小龙包 也是有的 再来还有干货 白黄花、35、龙牙白盒、白莲丝 一应俱全 甚麽都有 这些还有很多口乐塞 瓜子、花生 这间好像是新屋 我记得以前好像未有 另外在对面这个饼屋 叫美香园 很怀旧的那种饼屋 终于进来市场 比我想象中要热闹 对不对 我想象中应该是 未够下班时间才刚刚到5点 可能天黑得早 那些人感觉好像很晚 一早过来买菜 不知有没有这个原因 再来对面这个特价店 今天是买什么 每一次行过我都要看 今天是卖厨具的 15、16元 有按斤卖的那些厨具 挺搞笑 旁边是卖 卖面筋、肉筋 方筋1元 肉筋10元 多少人买 那些阿姨 最重要是有着数 至于这边 今天继续买牛杂 牛杂也是多人的 还有前边买豆腐花 不再说了 真的好吃 至于前边竟然在买腊味 今天变了 话说前几天 我去上下九直播的时候 经过皇上皇日 排队买腊味 为什么呢 秋风起吃腊味 最好吃 我也很喜欢吃腊肠 尤其天气冷的时候 虽说话不买 傍晚时电的猪肉 现在又便宜了 感觉上28元的排骨 我看到这些瘦肉13元 早排15元 这个前排比较贵 28元 这些瘦肉13元 一间是这样 其他间都差不多 莫疙都要说句 这些灯 它重用多两个月 老板要求我们有4件 但真是10元一斤 也好 最重要的 想不到说不买 来到第一件事 就是买了这么多猪肉 一大袋 那袋老实说 开价10元 清掉了9元 右边的袋是排骨 脊骨应该是10元 一斤 26元 加上41元半 说不买又买 这就是精明的家庭主婦 老婆还说早上买不到 那当然买不到 而且现在天气凉些 好些 如果是热到滴汗时 我一定不会买 终于我们又进来了 卖肉和卖水铲 这条街 走到尽头卖虾 这里卖牛肉和猪肉 当然猪肉居多 又不厌其凡 因为今年双十一又到了 不是卖广告 我还记得去年双十一 这里发生过什么事 只可惜我没有亲历其境 很刺激 当走过卖牛肉和猪肉的区域之后 这里是卖鱼的 脆肉菲可蒸可蚊 还有田鸡公 有讲究 18元一斤 还有爽白线 爽白线的贵 55元一斤 多宝鱼 各种都有 我发现有些鱼 很喜欢放一件豆腐 豆扑在上面 不知为什么 那边卖鱼 这边卖鱼 这边卖鱼 斩开鱼 鱼 鱼头 鱼头 不知是否有特别多人来买菜 我想应该没关系 鱼鱼 12元一条 现在买少了很多 通常我们会买鱼滑 又或者鱼面 通常在这两档 前面还有一档 叫什么名字 我都忘记了 基本上这条路 已经走完 又买这个 圣子王18 圆背45 还有海甲 这个叫海甲 28 老板娘那只高鱼 多大 这里老板还用和港草来滚 我不知道要滚什么 总之有一堆和港草 可能滚鱼 至于这里最容易骂 就是我们如果买虾 都是来这里买的 我看到前面 16元 20元一斤的虾 又或者极为生满的大集蟹 20元一只蟹 蟹 蟹公平一点 16 就是这里 卖虾 我们吃了这么多虾 10元又有 16 不是10元 说错 16 20 还有这里 真是会选择的时候 现在来整电梯 搞到这条路 合宅的补业路 这都不会补业的 沙远市场 更为合宅 再来 发群烧肉 我们现在少在市场买烧肉 因为有时候 买得太多 摄得太多 好像不太好 不知道大家没有留意 还有特价少了 这里买什么 买萝卜 我们现在在找煲猪骨的东西 冬瓜 莲藕 莲藕 买莲藕 怎会不吃 买木瓜 2元一斤 4.7元一只 值得买 我们买了一个木瓜 4.7元 真的拍得住去西朗市场 西朗市场3.9元 我记得上次 重量不同 品质不同 再来 这里买菜便便宜 如果来到沙远市场 我觉得来这个区域 买菜是最划算的 又买丝瓜 因为丝瓜等得 丝瓜3.7元 2条 现在天气开始凍 已经看到西洋菜 买西洋菜便分两种 有沙和没有沙 不过这个不重要 重要是现在刚刚上市 价格极为昂贵 等迟些 过多个月左右 价钱自然便宜 因为始终刚刚开始有 价钱当然贵 产量都不是很多 甚至有些池菜都已经见到 天气凍了 这些就是因为季节的原因 天气凍又有菜心 现在都不算很便宜 5元但很漂亮 很漂亮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菜心呢 那么多蔬菜里面 除了生菜我最喜欢吃 就是吃菜心 对面这几档就卖了 我的马肝萝 脆皮乳甲 我们都不买了 我们买过一次 是挺好吃的 但是就 会放得久一点 来吧 慢慢都想不到 其实生意市场 来到傍晚才热闹 又有螺丝 我们看到是48元一斤 我们早几天看到20 又或者这里 花蟹 早几天我们在南沙 看到这么大 65元一斤 小一点 很多人都说 买海鲜 在海珠区来说 都是来沙丸市场最好的 至于这位CK先生 就惨了 怎样出得到它呢 我上次经过这里的时候 在那里煞气 那些车 又要运货 又要避人 车又要过 很难走 所以大家都有留意到 除了坊村 坊村其实都不算市区 在我们心目中 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我记得 对上一次海珠区开车 就真的去到 好有多 应该是去明记海鲜 吃晚饭那一次 之前对上都没有试过 駕駛车到这里 有很多人害怕 更何况月秀区 我几乎可以说 是一次都没试过 在月秀区要拍片 是去开车的 有的 就告诉我 对面有很多水果 过了中秋节 没有什么水果上市 这些蚕金链不算多 是啊 香蕉 来来去都是香蕉 一年四季 你都会见到香蕉 白香果 现在多了白香果 不过白香果 不是我们常常吃 我们喜欢那些水分 比较多的水果 再来 这些肉档 卖了肉 那些货物枯清 就已经是 收工了 那些老板 这里就是这样 早上 就来买猪肉 因为很多人买猪肉 都是这样 到夜晚收市卖不完 老板就快快去清掉 好 来 好 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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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有什么事 有些人 有什么事 我们来来 我们经常来 买青瓜 但今天不买了 刚才我走过 看到那位先生 是买 买什么 一条葱 他说 一条葱 都多了 一个人不吃 在我们广州的南方 尤其是广州 就是可以这样的 你买一条重都可以 买几样菜 老板就统一计数给你 然后我们买滤水料 不知道老婆煮什么好菜 她在看因为太狭窄 我不过去了 潮州风味 8元两包 6元一包 然后隔离威先生 还要买绍酒 挺开心 很少的空气 太高了 很高 很高 3分钟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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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了 我们去吃晚饭 在前面往右转 走五分钟就到了 风满雨 重点是 因为保业路弄得这么厉害 不知道店铺还在吗 去到再说 我们走了三分钟 去到前面喝茶 老婆说要喝茶 她找出来的叫做风满雨 我记得有时候开车经过 都说不如进去试试 说清楚是开车经过 不是开车进来这里 好像这几间都不错 又或者这个 6.8折 好像新装修出来 能够点起 全天茶室 即点即做 如果先来到那里 如果等到那里没有位置 就可以来这里试试 我们去封满雨 就在这里 我们看清楚 晚上是没有点心吃的 不过也很值得吃 红烧雨隔16.8元 只看这个都知道 不会贵 没有点心就没有点心 如果是有点心 事实特价 今天星期二蒸箱丸8元饭 又或者鱼生也有 而且一鱼店吃 沙姜鸡28元 猪肚鸡煮 再冷一点 猪肚鸡煮 盈肉煮88元 我们很快找到位置 现在6点钟也未够 挺容易闹 但小桌不多 今晚我们就不喝茶了 怎么送 其中有一道菜 已经看得到 就是白保鸭 又来眼花圆 焗烹饭的时间 风满原酒家 一揭开来 就是没了点心 但是菜式还有很多 这么漂亮 闪亮亮的烧鵝 一一百半只 这些就不吃就不毒了 我们有想过 桂菲鸡48元半只 胡桑鸡 胡桑鸡 这里没有写 叉烧 这些烧味 三十九元一例 值得吃 又或者拼盘 也就是三瓶 都是六十八 太虚拢 烧肉 即是怎样呢 不知道 四十五元一例 后面 这个吸引 如果不是要白保鸭 就要这个 算了 当看不到 这个好 红腰豆豬味 我也很喜欢吃这些味道 另外 有时出去外边餐厅 这一味 就吃得越来越少 因为发觉 没有多少做得好 以前吃过很好的 还有鱼香茄子 28元 咸鱼茄子煲 送饭是好的 又或者是 喝汤的 喝这个 莲藕 莲藕 早几天才吃过 这些不吃了 中山吃过 花甲浸性瓜 我都会煮 不用了 我当然会煮 性瓜 不是很难的 那个鱼在哪 找着鱼的时候 发现这个也很好吃 你说要牛肉还是小炒肉 这个 不要小炒 要这个 就是麻油拌牛肉 麻油拌牛肉 试一下 它敢这样做应该挺好的 我们又换了 百保鸭 就是这个 48元一只 这个应该不是很大 应该是很小的 那也很好 试一下 还有黄牛腩 48元一例 很便宜 黄牛腩 48元 原先我们是想过这个 想想下 都是先后那个 因为想吃得清淡一点 小炒牛肉粒 先后那个 有很多鱼食 那些 那些炸骨腩 最后有 脂肪盐骨腩 38元 蒜香骨 近期由于吃得 醋饮食多 这些基本上不看 但很吸引 这些吸引 48元 酱爆麦鱼仔 清淡一点也有的 虾仁狗黄炒 初生鸡蛋 30元 甚至炸鱼鱼也有 48元 做得好吃 是 没错 一条鱼等下 咬咬咬咬咬 很香 送啤酒最好 又或者 荷香蒸娃娃鱼 68元 田鸡蒸牛腩 42元 早些才吃过田鸡 算了 好吃 铁板竹腸 鱿鱼 Bun 麻烦 做的 直接菜式 例如植腸 大多数是四十多元 台山菜花是二十八 很少菜式做到这么便宜 还要遮遮煲上 很多铁板 现在很多餐厅喜欢做这种遮遮煲 放上来客人吃得开心 味道又够好 麦鱼仔 大多数是五十元以下 白线当然贵一点了 九十八 我们下单吧 下单吧 肚饿 有来和大家说交通路线 我们说的是地铁站 首先在这里经过丽福路 一路走15分钟的步行 就可以去到沙远地铁站 即使我刚刚出来那里 与此同时去到江南西地铁站 一样都是15分钟的 经过宝江大道 行江南西一路走 等会我们应该是会经倒业路 去沙远地铁站坐地铁站 坐地铁站 坐地铁走的 但如果各位观众 我们回到黎的华 我强烈建议大家走江南西 因为起码的路 光明一点 多一点东西看 是行沙远也好 不是 例如早上行沙远也好 即是有日头的时候 但如果到夜晚 你可以去买水果 就走江南西走 这个建议不错 当然了 比如刚才我们买了一些水尺 就有了 不过现在没吃 比如我们先头买了几只尺 什么佛品种都有了 又有京市 又有灰市 又有鸡心市 这里有1,2,3,4,5,6 6粒 总共收了我5元鸡 一元都不用就有一粒 这些拿回家 慢慢要放好它 因为很容易摘烂 尤其够熟的很容易摘烂 而且刚才我们经过茶楼 一看到它全天茶市 还有这里对比 假如这里也有茶喝的话 我们又会回到这里 不是那家不好 我未试过 重点是那些全天茶楼的话 有时候的出品可能会供费比较多 你要试试 如果它有炒菜的就好一点 有炒菜即是有厨房 有厨房即是有师傅 至少烤炉都热一点 我们上次去北京路的麗都旁边 别说了 它是连炉都没有的 就是靠微波炉丁 不如去便利店吃 不如去便利店吃 八宝鸡是什么呢 就是一只鸡里面塞了一些八宝鸟 八宝鸟通常有些什么 红枣 花生 又有一些糯米 我很喜欢吃这些鸡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 我是吃肉不振 什么都不想吃 因为我不喜欢吃肉的 因为我不喜欢肉的质感 咬下去的那种感觉 但是八宝鸟是另外的 因为不需要咬的 是呀 当然因为八十八一只 八十八 好像是四十八 四十多 四十几一只 可能是很大的鸡 这些部位 因为它蒸到已经烂了 只剩下形状 一剁下去 肉很容易脱出来 甚至骨头咬就会碎了 这个 就可以这样慢慢吃 这个就是迷你版的八宝鸭 至于这些菜式 就没办法自己在家製的了 那些糯米里面又有鸭的香味 在我家就很难做 这一道菜 那些肉是可以 咬下去的 这个都没算咬得多 这一道菜 如果在一些 饭店、茶楼里面 是要预药的 因为它不可能 长期避免在这 我也知道 但还是要预药的 鸭的 很贵 又有瘦肉 有这个饭也不用叫 挺好的 那些糯米是有点黏的 是正常的 就好像 有点蒸过了那些 粽子 但没问题 还有红热豆 我老婆在这里 把鸭肉 和糯米 撒碎 合适 好吃 哇 好像 那些牛腩 那些骨 都可以咬开 吃八宝鸭肉 我更喜欢 把鸭肉 把鸭肉 拌开 和糯米 和八宝鸭肉 混合 一起吃 越隐越燃 就可以吃到鸭肉 有些鸭皮 特别香 卖上就一般 但味道超级好 与此同时 这个牛肉 亦都倒了 不如拌一拌 看看多不多 牛肉 这是凉拌菜 有芫荽 有花生粒 还有牛肉片 还有青瓜 想不到 这里做了一个没有吃 骨肉比较容易分离 不过先说清楚 不是我吃过最容易分离 这种肉质 肉质仍然有少少质感 尤其这些部位已经凉了 鸭或多或少都会有少少肥 脂肪 可以把皮完全不要 像我女的那样 就可以了 味道真的做得挺好 而且价钱一点都不贵 接下来试一下这个 老婆说牛肉是热的 熟的 热的 当然是熟的 青瓜是凉的 也很正常 难道是熟的吗 有些花生粒 就是这样的 这些凉拌菜 两个都是凉拌菜 嗯 嗯 很少炒肉 嗯 很香濃的芫荽味 始终以前附近都是烧鸡 所以菜式都是送走比较好的 最初牛肉送上来的时候 在拌的时候 我看到这些牛片这样 我很有戒心 那些叶到 发白那种 但是吃下去就不是 有少少像 有少少像我们吃 沙爹 牛 饭 上边的牛肉 它叶了 肯定有 但是里面是有味的 就不是里面没有味 通常我们吃那些 醃得很厉害的牛肉 其实就是不喜欢 它里面 要不就有配料的味道 混合酱的味道 要不就有牛味 那些是没有的 就不可以的 这些就有混合酱汁的味道 但是吃下去的同时 也有嫩的口感 因为有不少花生在上面 其实这些是送烧酒的美食 现在已经过了六点钟了 客人就越来越多 尤其在偏厅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很欢呼 却弱 在欣赏美食 跟朋友聊聊天 这些非常好 这些环境的地方 不是那种高高在上 写字楼里面的饭店 而是跟朋友来这里 吹水 聊聊聊聊聊聊天 甚至做聊聊聊天 也可以 至于我们 就点了三道菜 不计白饭 这道菜 120元 这道菜 计算了茶位 这道菜 最后一道菜 也送过来 就是泊青瓜 今晚我们吃得很清淡 以青菜为主 20元 想不到这么大盒 不要以为 青瓜 也要三元 送上来的时候 一摸 碟子也是凉 味道应该和先后的凉拌差不多 酸很多 汤多很多 嗯 还有青瓜 很爽 虽然等得比较久 但是好吃 它的味道 那些蒜蓉 很足够 有够味 这些菜式 尤其是吃完一道很浓味的菜 很油腻的菜 要拍青瓜 就最好 最终我们卖了单 157元 白饭 3元一个 如果用白饭 茶位5元 这些菜式 加上 是101元 超值 八本鱼 很难得 而且 它不是那种 很大份 188元 要你等它来到很大 那些是百多 百多 188元 对 是188元 这些是比较小 这些是比较小 最难是拆骨 这些是选择200 选择200 都好吃 都好吃 好 我们又吃饱饱 亦是时候回家了 因为女儿在家等我们的晚餐 不过现在只是6点半 没有看天色那么暗 在这里走去地铁站 正如先留所说 15分钟就到了 好了 下集见了 分享这段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点个赞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